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我剪辑的第一期为例 我们拍摄了800G的素材 首先我自己是负责粗简 就是去筛选节目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帮忙上字幕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去做后期的包装 就是我们两个星期的课余时间 基本就在机房 然后马上去剪 我们是采取了上课加上课外实践的形式 比如说在我们的课程设置里 有一个叫做范搭子哲学 那么我们就会站在大学生的视角 从比如说约会吃饭如何选择地点 约会吃饭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从这些方面去向大家提出 我们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那么我们同样也会引导大家 去讨论一些热门的话题 同学们还把学校炙手可热的选修课 爱情心理学搬到节目里 邀请厦门大学心理学博士赖丹凤老师 坐镇练宗观察室 从专业角度做出分析点评 现在好像那个 你面试是吗 好像是那个 零三级 对 非常是这样 我认为这就是叫做自我教育和蓬佩教育了 你一定得在你的同龄人中间去摸 你才知道跟你有可能发展成恋爱关系的人 他们的主要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我参加了这一档节目 我看到了最真实的 班下的大学生的一个现状 我很受启发 今年三月底 厦门大学职业体验大学生社区挂职计划正式启动 近百名下大学生走进思明区和祥安区的四个街道 28个社区 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基层挂职实践 同学们在完成课业任务的基础上 每周挂职工作时长不少于三个半天 我们工作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我们会去调研 那会去形成文字报告 那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去演说 所以说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锻炼人的 那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工作 能够让自己工作能力更加的强大 能够坐到坐下来能写站起来 能说走出去能干 下大中文系的盛雪通过双选会来到下岗街道的风潮山社区挂职 这天下午盛雪与社区工作人员家庭医生一道 为社区65周岁以上老人进行入户随访 凉血压分析体检报告 询问用药情况 细致入微的沟通和服务 让他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走进基层 参与到社区挂着这样一个活动 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只有自己深入的体会 才能真正感到他的那个快乐 和他的一种别样的收获吧 大学生们他们可以帮我们多想象 因为可能多想象说 这边可以如何的改造 然后包括说对于老人 他们可以或者是不同的群体吧 我们可以开展更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意见